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迪丽热巴要去华策了 他的合约是以挂靠的形式签在华策的 自由度极高 比起吃瓜路人的在线吃瓜 迪丽热巴的粉丝按捺不住了 纷纷在评论区予以了支持 确实 家行跟华策都是国内老牌的经纪公司 近几年也是时不时跟家行有合作 包括艺人之间的相互参演和交流 可迪丽热巴作为家行的当红小花 为什么就频频传出跳槽的华策的消息呢 有网友爆料 长相似的女主换人了 换成了家行旗下不起眼的女艺人朱续丹 她的热度一直都不高 而且家行一直在力捧敌热巴 导致了她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 有了热巴合约到此的这个节骨眼上 家行却突然要力捧 朱续丹 让网友心生疑惑 这个时候力捧住虚丹 难道是热巴真的要离开家行了 现在家行旗下 除了老板杨幂 能够支撑起整个公司以外 就是迪丽热巴的分头和热度最甚 要是迪丽热巴一走的话 肯定要必须有人接替热巴的位置啊 接受她的资源 对于迪丽热巴离开家行解决的消息 早在去年乃至今年三月 就有不少小道消息传出 尤其是迪热巴接连参演长歌行 欲小气之后 许多网友和粉丝更加坚信了她跟华策的更多联系 虽然热巴没有对解约或离开家行有所解释 但粉丝却希望她可以离开并找到一家力捧她的公司 毕竟家行许多S操作也让粉丝极其的不满 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迪丽热巴的资本版图 第三年 阿纳尔汉在中央一套首播 迪丽热巴首次出行赛的观众面前亮相 正式进入娱乐圈 2014年7月 她在仙侠剧《古剑奇谈》中 饰演了天庸城的小师妹 一双精灵般大眼睛让观众对她印象深刻 也让饰演女主的杨幂决意将她收入旗下 成为家行传媒的先约艺人 杨幂将她施为艺园大奖 丽热巴 前线自己的老朋友于震接连参加了刘诗诗主演的《分钟奇缘》 杨蓉主演的《美人之灶》 米热主演的《逆光之恋》 张门主演的《爱的阶梯》 四位女主都是于震丽热巴的红人 长相极具意风情的迪丽热巴 辨识度极高 虽然没有拿到什么主要的角色 但也让部分观众熟悉了她的异域伤 长相 价值她的工作努力很拼命 这样看来 迪丽热巴秀驴成名 差一个合适的角色而已 2015年7月 由韩国男星唐燕 罗靖主演的《克拉恋人》播出 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女二号高文 是一个个性浓烈的当红女明星 随着剧情的发展 可爱直率 名艳动人的高文 被称作中国版的千颂一 让观众们欲罢无能 呼声甚至超过了女主唐燕 这个极度适合她的角色 让她瞬间走红 杨幂见她势头正近 马上安排了热巴在自己主演的电影 喷然心动中 饰演相似的人设 女星好美丽 紧接着为她量身定作电影 傲慢以偏见 电视剧《麻辣变形记》 跳了样的李慧珍 直接让迪丽热巴人去持性攀升 2017年1月 迪丽热巴在老板杨幂主演的 《三生三世桃花》中 饰演了女配 白凤九圈奉无数 同时并获得了白蓝最佳女配 得名 2月她接替怀孕的杨盈 成为了热播剧《奔跑吧跑男》 新任常驻的女嘉宾 拥有了稳定的曝光率 2018年10月 精英电视剧奖上 迪丽热巴评教 漂亮的李慧珍 成为了第二届精英女神 迎来了演艺生涯的第一个 高光时刻 这段时间她的通告都是从早到晚 每天只睡五小时 全年无休 在这些付出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越来越高的人气 让热巴的商业价值节节便身 2019年 迪丽热巴拿下了35个品牌的广告代言 涉及8个分类 护肤彩妆临时 服饰超市日化到高色的珠宝 一应俱全 广告更是高达了37亿 也因此得了37亿女王的称号 2020年 迪丽热巴在电视剧《幸福出手可及》中 饰演了冷静的独立女性 人设让她稳坐了顶流之位 2020年 年度商业艺人排好榜上 热巴位列第二 比去年提升了四个名次 由她代言的品牌 销量口碑明显提升 2021年 迪丽热巴出演了《长歌行》 人气热度不断爆棚 稳坐一节宝座 回顾了迪丽热巴近几年的工作行程 似乎正在慢慢脱离 家行的魔爪和控制 无论是此前参演的高级定制 或是《长歌行》 迪述我的荣耀 还是《玉小记》 似乎都没有家行在背后插手 甚至连参加自制剧 和带新人的举止都没有了 这对于热巴和家行 都是一个过渡 并慢慢习惯的过程 家行只能说 该公司的公关能力不行啊 比起其他的经纪公司 家行并不能将更大的资源放在 演员的绯闻纠纷上 热巴的几次于黄景瑜的感情绯闻 问其家行很少参与 相反当初与陆寒潮期的荧幕CP 不少网友一度质疑是经纪公司 捆绑性的营销手段 但这一消息也是无实据 但也说明热巴在家行 能得到的保护十分有限 在这两年 热巴同吴磊合作拍摄的影视剧 《长歌行》 《星序》 《玉小记》 《街由华策》出品 热巴也是收到了资本方的多方青睐 双方的交集越发的明显 投身家行将近七年的热巴 所获得的成绩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老板杨幂 也是给了诸多的资源和发展平台 先后出演了《古剑奇谈》 《三生三世》 《克拉恋人》 《一千零一夜》等 已是国内顶流的存在 热巴的演技也是博得了市场和网友的认可 而这一切当然业力不开 杨幂背后的支持和利盆 热巴是否与他老东家杨幂成为竞争对手呢 从不同利益来讲 这是不可避免的 国内也只有一个演艺权 市场竞争和交流 也是存在的啊 对于该爆料 迪丽热巴和家行都没有做出回应 相反 热巴同黄剑瑜的绯闻再次 获得了网友的关注 爆料人更是晒出了诸多的猛料 看到这里 你们又该如何看待热巴的解约呢 大家觉得他应该离开家行吃好吃吗 你们期待他与华瑟的合作吗 又是怎么看待热巴的解约的 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欢迎留言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